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怕餐廳變病毒溫床 鄰居嚇得趕緊拿出酒精 對著門把消毒 密閉空間久呆 就怕增加染疫危機 店家緊急拉起鐵捲門 拿出監視器自清 1月12號那一天 好像時間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我們公司2點就打烊了 1月12號中午 當時用餐包括車行 退伍軍人 會計事務所等等 7桌客人 2點13分 店家就開始告知要打烊了 到了21分 整間店清空 跟疫調結果按864待到5點才走 中間3個小時去哪了 今天接到新聞這個消息之後 我們大概已經取消20幾桌到30桌有了 對 也就是最近這兩天的尾牙宴席的部分 店家無奈不過強調防疫措施一個都沒少 進門手噴酒精 還要量體溫 打烊時間搬出紫外線臭氧燈來殺菌 員工也有戴好口罩 停業一天請台北的消毒公司南下全面清銷 疫調有出入 是不小心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 有帶疫情指揮中心深入溝通 三區文 曾經訓練安保 桃園報道